源泽 作词 歌 歌 编曲 歌 刘昕 狼烟情 烂痴心 浮沉重 寻思无际 命运白白如星 梦境里 谁人意 斜阳落空手回忆 相思何处忘记 斩不断 爱情死伤 如果失去它 何必独把天下 心情相待无缘 我会一直为你牵挂 红尘无难乱 时而云无交 情思见思想 心想天踏地的战难无缘 纤属到白发 时而云无人意 与你生死共天涯 陈逢义 叩见陛下 爱情快快请起 君臣三年未见 请 竟已憔悴至此 可见这三年礼 你为了观众耗尽心血 臣蒙圣恩 臣得以魏大将 绝通侯 为国效忠 乃臣之幸 诸位爱卿 冯义将军 便是朕起兵之初的亲随主部 为朕披荆斩棘 平定关中的公骨忠臣 至今 朕都无法忘记 吴伟廷的那碗窦舟 还有胡陀河生死与共的患难之遗 若不是他 朕恐怕早就已经死在了河北的路上 公孙之余朕 亦为君臣 恩有父子 小臣意愿国家无望河北之难 小臣不敢忘金车之恩 公孙此言 朕甚敢欣慰 得此闲臣 朕定当用之不宜 若是有人对公孙生疑 那便是对朕生疑 你是说 陛下今日在朝堂上 颁布了释放奴婢的诏书 好好前脚下着讲罪 陛下后脚就下着释放天下奴婢 那丁氏 丁氏自然也被赦免了 什么意思 身为皇后 连个妾都治不了 朝堂恭维 让我颜面何在 当时那个冯仪 兜兜转转一圈 都让他输了威风 可不是吗 陛下现在跟他上演了一出 军臣齐心的戏码 河北将士更是有口难言 就连殷贵人 都在众将中输了威 殷贵人 一定又是他在陛下面前出的馊主意 公孙啊 一别三年未见 未曾想再次见到你 却是因你遭奸人诽谤 累家人遭此行祸 这杯酒就当是朕与你赔罪 谢陛下 陛下无须自责 是臣让陛下为臣担待太多了 这杯酒 臣给陛下赔罪 你们俩就别互相赔礼道歉啊 这让我和丁姐姐两个人情何以堪呢 公孙 你这一趟可不能白白回来 你是陛下的军师 不给他出个良策 讲讲如何平定龙幼和巴蜀两地 陛下今晚是要睡不着的 鬼人说笑了 公孙没有什么良策 倒是觉得陛下可以修兵不顾 修兵 多年的战乱 汉军将士疲惫不堪 百姓亦饱受战争之苦 臣觉得 可以修养生习储备力量 再谋统一大也不迟 这多年的征战 朕却也有些乏了 朕会再认真衡量考虑 你的建议朕信得过 由你镇守观众 朕放心 朕先生 陛下 过几日 你仍回长安去 妻妾家眷 也无须留在京都 一并带去了吧 这如何使得 臣恳请陛下 辞去臣征熙大将军之位 改任他人 公孙 关中 你治理得极好 别人并不合适啊 陛下有所不知 近年来 臣的身体颇为不适 大不如前 蒙陛下错爱 还是请陛下 另觅他人吗 起来 公孙 当年昆阳突围 你曾经问朕 信不信你 朕今日之回答 于当年无异 朝堂之上 朕与众人所言非虚 朝堂之下 朕亦无异 公孙 无论何时何地 你 都是我的挚友兄弟 无闲无疑 是为知己者用 国事与我 国事报之 温叔 公孙 你别忘了 今日外人看来 我们是君臣有别 但是我们四个 是患难与共的知己 岂可为外人道 那日晚成之事 历历在目 不曾有望 不曾有望 送给你 多谢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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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公孙 此曲甚是妙啊 这样 朕与公孙约定 待朕一统江山之日 公孙 再为我吹奏此曲如何 好 臣愿为陛下效劳 好 干 经过整整七年的血战 刘秀统一中原地区 然而 隆兮的尾霄 巴蜀的公孙术 河西的窦龙 还有北边的匈奴人 以及扶植的傀儡 卢芳 仍独霸一方 分庭抗礼 这连年的战事 朕 确实有些厌权 朕想 不如就将尾霄公孙术 搁置一旁 以还朝的将军 暂时留在洛阳 军队撤回河内 暂且修兵 为表嘉奖 凡对我朝有功诚 众臣皆有风赏 谢陛下 这些年 我们郭家和河北的将士 在外争讨 且不论大小 终是人人有功 孩儿谨禁母亲的教诲 小心谨慎 工签属下 可这一切跟殷家比 在陛下心里的位置 殷家不管做什么 凡有风赏 总是有份 殷家受了风赏吗 殷时要是接受了陛下的风赏 那倒还好了 冯义的事之后 陛下故意疏远我们郭家 因时之举 无疑会让陛下 对殷家更加放心 县儿 你在宫中当差 可否有听闻殷贵人的事 倒也不曾听闻什么 只是殷贵人在陛下 还在河北时 肆与一名叫做 颜子灵的太学同窗 交往颇深 这殷贵人表面看不出来 没想到还真有一套 从前是邓与冯义 现在又是陛下的太学同窗 她的手段花样繁多 你妹妹怎么会是她的对手 所以我警告你妹妹 在皇上面前 一定不能表露丝毫 冯义的事 我们已经设计 让殷星去告诉陛下 但还是低估了 没有想到除了郭家人以外 她已经把其他所有的人 收为紧用 康儿 我们一定要更加小心谨慎 有些事情千万不能 告诉你妹妹 因为她在陛下面前 也要端得住 那 这事母亲您看 丁锦英贵人 陛下的赏赐 我借口身体不佳 我借口身体不佳 因为我 委屈你了 你若强 殷家便要弱 外妻之家若想自保 就不能追求那么多的利益 我知道 你为了她 也为了国家 大哥没后悔过 大哥 谢谢你 殷家不便干预那么多的朝政 你一人在宫中 行事一定要小心谨慎 不可大意 况且你现在育有一子一女 数字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你想想 除了自己的母亲 还有谁能更好地庇护她们 数字 大哥说得没错 我是她们的母亲 建武帝的贵人 我肩上有太多不可逃避的责任 我这几日就要回新野了 不过我听闻子灵最近在洛阳太学访友 子灵 陛下她现在求贤若渴 你又满腹学识 肯定会有一番作为 为何就不肯入室呢 仲华 你可做不了水渴 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 我哪里还敢入室啊 我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你现在什么样子 你若在朝中待得顺心的话 你怎么会变得如此内敛沉默 别以为我不在朝中 就不知朝中之事 还不都是因为争稀不利啊 可若非你消耗赤梅兵力 冯义也不会那么快就打下关中了 原来你竟然知道那么多啊 那你不来朝廷里为陛下分忧的话 真是浪费你的贤才了 连你入朝都要处处受郭氏河北那帮人排挤打压 又是我这性子入朝了 那还得了啊 我可不想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天天躺在郭氏那个砧板上 说来说去 还不是怕自己顶不住了 仲华 你跟他说的 我可没有啊 是 殷贵人 在下有事 先行告退 陛下找你很久了 今天总算被我逮到了吧 逮什么 说得跟江阳大盗一样 甚至比江阳大盗还惨一些 人各有志 是 殷贵人 你就不能放我一条生路吗 每次找你都推三组四的 怎么 你当隐士当上隐了 真要学那个老庄乌龟吗 难道你死后 宁愿供奉于庙堂之上 也不想生食在泥水中潜行涅围吗 生食在哪里爬不能爬 况且这本来就是非此即彼的事 而且这理论只适用于缩头乌龟 我可是千里马 过了这么多年 你的嘴还是那么会说的 我说得句句属实啊 你看我们各个朝堂中人 不是活得好好的 你忘了舅舅曾经说过 这个天下是大家的天下 你也要尽一份心力的 反正我不入世 有本事你也天天出宫啊 我还怕你不成 你见守老庄之道 身为隐士不愿入朝 没关系你就不要离开这里好了 大隐隐于世 你就不要出六阳太学了 你竟 你竟然这样对我 枉我之前那么帮你 真是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你 我本来就是女子 全心帮我的夫君也是应该的 陛下每日为国事操凡 仲华也是战战兢兢的 此灵兄却落得清闲逍遥 我不拖你下水 拖谁下水啊 我 子灵 我跟陛下都拿她没有办法 你就认命了吧 你们猜我看到了谁 谁啊 这有什么奇怪的 宫里哪天见不着她 我还懒得看她呢 问题是我看见 殷贵人扮成男子的模样 偷偷出了宫 而且还是去太学 与一男子私会 对 真有此事吗 殷贵人平日还算谨慎 不像是 像不像不重要 重要的是 别人看了是不是 这可是她自找的 哥哥带上人随我一同去探学 我要捉肩拿双 看她这次如何狡辩 皇后说得对 只要抓到他们两个在一处 众目亏亏 对 到时候陛下自然就抛弃了她 回到皇后身边 可如若并非如此 陛下怪罪下来 可如何是好 康儿 你可有兄弟陷下在太学 丛兄郭靖一直在太学 拜会有人 好 那你二人假装去寻郭靖 如遇殷贵人 纯属机缘 如若不是 也好有个说辞 我怎么觉得我这个皇后 做得畏手畏脚的 本来应该统领叶婷 母仪天下的 可是抓个贱妾的把柄 还要瞻前顾后 绞尽脑汁寻由头 你回来自以为无人知晓 其实众人皆知 人人都来请你出事 你这面子还真够大的呀 除了你还有谁知道 这可不是我说的 拜见皇后娘娘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殷姐姐呀 打扮成这个样子来太学 若是让陛下知道了 可怎么得了 朕知道了 又如何 陛下 臣妾拜见陛下 臣叩见陛下 皇后和郭侍郎同时赶来 到底是有何要事 臣妾并无要事 只是得知 兄长在太学会有多日 所以前来寻 却姬元知道姐姐出宫 不曾想 事于太学私会男子 所以 子灵是朕的同窗好友 也是丽华的故交 是朕特意安排殷贵人 前来说服子灵 辅佐于朕 是谁在皇后的耳边 搬弄是非 竟敢污蔑朕的贵人 及好友 臣妾知错 陛下恕罪 臣也是 听宫中几个不懂事的宫女 搬弄是非 猜起的误会 身为皇后 本该母仪天下 怎能如此听信谗言 多心多疑呢 臣妾知罪 朕与子灵还有要事商议 你们先退下 来 来 有这样的皇后真够难为你们的了 知道我们难为了吧 看在朋友一场的份上 快救我们脱离苦海 我已经在岸上 我可不想跳下去 你以为你现在日子过得清闲 等把我们累死了 天下不太平了 你还有什么清闲日子可过 事个有志 为何你们个个都要逼我呀 你 我们不是要逼你 我们是真心请你 请子灵看在昔日同窗的份上 帮帮我 可是朝中已有阿宇还有公孙 在朝中帮你辅政 你为何不能放我个自在啊 行军打仗 他们倒是可以帮我 可这治国之策 还请子灵不吝赐教 应激疫情子灵授予安邦治国之计 好吧 我不出事 以后一切的决定与主意 别人要是问起来 千万不要提到我 古之御明明得于天下者先制齐国 欲制齐国者先齐齐家 欲齐齐家者先修齐身 欲修齐身者先正齐心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佳齐 佳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 陛下应该比我心里更清楚 若想让一个国家富强起来的话 不能仅仅只依靠武力吧 那子灵有何治国良策啊 战乱过后国家需要发展 须抚迷已尽 休养生息恢复经济 景帝建国之时 便捡百姓赋税 以三十税衣取代之前的十五税衣 青瑶伯父才并俊国 民心稳而自然国强 刘秀下诏 大规模裁撤郡县 官吏与军队三十税衣 休兵养民 微臣叩见陛下 众卿素素平身 众爱卿如此匆忙赶来 到底是有何要事啊 回禀陛下 臣听闻陛下下旨 要精兵检政 裁撤军队 臣以为 现隆佑属地 尚未平复 若裁撤军队 外敌必定蠢蠢欲动 臣恳请陛下下旨 让臣率兵出征 吴汉哪 朕最是欣赏你的一片忠心了 这现如今 隆佑有尾霄 兵力强悍 易守难攻 征战七年 好不容易江山稳固了 朕实在不忍心 再看到众将士被累牺牲了 好男儿当战死沙场 马阁果势而还 可你们这些好男儿都战死了 以后谁替朕行军打仗呢 你是不知道啊 朕是每发一兵 虚发为白啊 陛下 朕这几年常患有头痛 如今暂缓出兵 朕正好也可以休养生息 众将士也趁此之机 好生休养一番吧 诺 诺 这个吴汉呢 一日不打仗就心仰难耐 陛下这个休兵政策 可把他憋坏了 但他对陛下 也算是忠心耿耿的 陛下连头疼都说了 他不憋着还能怎么样 这打了七年 也该让大家休一休了 子凌这个休兵的建议挺好的 不过你只告诉陛下休兵 却没有教他们 如何打发休兵的无聊时间呢 陛下请我来是来谈治国的 要不是请我来想办法陪他们打发时间的 你不是也一肚子办法吗 说到治他们的办法 陛下可比我多 陛下确实知人善任 运筹于帷幄之中 确实是最聪明的地方 你这是在夸陛下 还是要夸你自己啊 反正不是夸你 好了 现在该办的事情也办完了 我也该走了 离开 你要去哪儿 还能去哪儿 逍遥自在去 我和陛下好不容易请你回来 才待没几日 你又要走 这一个休兵政策 就已经引起朝中重将不安 我要是继续留在这里 会引起事端的 陛下正在平衡各方势力 不宜再招惹事端了 我知道你们一心为百姓为陛下 可我并非朝中之人 如果干涉朝政的话 会引来更多的猜测 对了 逢一之事 你们一定要小心 不可大意 没想到最后还是留不住子灵 子灵天生求的 就是自在洒脱 此番离开 却也并非逍遥而去 阿宇 听说你家里 又添了第三个儿子了 咱们来做个儿女亲家如何 我怎么敢高攀天子之家 我只希望 我的孩子可以一世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守住这个太平盛世 陛下曾经跟我说过 天子不与白衣同 我以为我们之间的情谊 不会如此 没想到 大哥 你 子灵 都如此 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这也不怪你 昔日情谊 不忘于心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太平两个字 在这个乱世里可以苟活 是问有谁不会去珍惜 阿宇 阿宇 我觉得成家之后 你变了好多 成熟了不少 丽华 你是陛下的英贵人 而我是陛下的臣子 你要守护的就是陛下跟这个天下 而我 只有这个家 停车 送你就送到这里 回宫路上要小心 好好珍重 我先告辞了 我先告辞了 我早知道留不住子灵的 她想去就让她去吧 总觉得物是人非 大家感觉都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过了这么多年了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你和我 也跟以前不一样了 看看 你比以前 悄悴多了 还说我呢 你还不是一样 一心只操办国家事 也不好好顾惜自己的身体 这跟得天下比起来 得贤才可就难多了 朕 又不愿为难好友 不过还好 还有丽华 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你不为难好友 却要为难我 我在这儿 终日和他们斗来斗去的 丽华 朕知道 你不愿陷入后宫 争宠夺位之争 你也要相信 为父一定会尽力保护你的 还不是要事事小心谨慎 哪有善业里来的逍遥自在啊 哎 这为君难 为父更难 子灵走了 朕的丽华 也要隐居山野了 你在胡说什么 你在这儿 孩子在这儿 这儿就是我的家 我能上哪儿去啊 父皇 父皇 儿臣叩见父皇 都起来吧 你们两个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禀父皇 儿臣和四弟偶然路过许美人宫 前三弟和奶娘正在受罚 儿臣想让父皇替他们求情 为什么会这样 禀父皇 父皇赐给三哥哥的玉佩丢失 事后 徐美人查出是奶娘所偷 徐美人就责难三哥哥保管不周 罚三哥哥超书百遍 把奶娘赶出叶庭受罚 所以你们两个是过来找父皇求情的 三弟不是有心犯错的 不应该罚这么重 奶娘也不是有意偷了三弟的玉佩 听说徐美人苛扣了她的公言 奶娘才会不得已而为之的 儿臣希望父皇能为三弟和奶娘 向徐美人求情 父皇 奶娘偷盗在先 说谎在后 三哥哥也确实保管不周 两人都有过 应该受罚 但是此事事出有因 儿臣认为 宫中必拟观银苛扣 罚坊应有统一标准而行 有了好的规矩 以后自然才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儿臣希望父皇能重新考虑公归 你能看到此中问题 这很好 起来 所谓没有规矩便不成方圆 巧儿 这件事情 父皇不能去求情 为君者 应学会明辨是非 赏罚分明 不能因为人情而破坏了规矩 相反 要学会如何去制定好的规矩 知道了吗 诺 嗯 什么明辨是非 尚伐分明 根本就是厚此薄彼 陛下就是偏爱那个妾的儿子 明明强儿才是太子 却要受这份气 虽说母凭子贵 可毕竟强儿还小 作为一个母亲 你应该学会去争取 陛下已经很久没来交房殿了吧 这样下去对你 对强儿都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陛下总以商议国事为借口 不是在云台殿就是在西宫 还日日都有英贵人陪着 我想见都见不到 还怎么争取啊 陛下下着修兵养民 现在连朝中的兵权 都借口移交给南洋颖川的将领 关中有冯毅 南边有马武王磅 把我们这些河北的将领 以修兵的名义 闲置一旁 正用脚都能想得出来 肯定是那个英贵人 在陛下耳边吹得枕边疯 你要是再不争取 我们的势力只会更弱 河北派的将领 你去汇国了吗 早就找人暗中劝说大司马无汉了 大司马带着众将领去请战 陛下是铁了新的不祥打仗 硬是给压了下来 我看现在只有龙幼不闻 他才可能出兵 陛下优柔寡断 富人之人 不过要是韦霄先出兵的话 他就不得不出兵了吧 母亲是说 难道你忘了吗 韦霄的儿子 还在洛阳当人质呢 母亲果然高级 我喊你怎会如此莽撞 竟杀了韦霄之子 那小子张狂跋扈 口出狂言 竟不遵陛下 死不足惜 韦霄得知此事 必会有动作 这一战 你是让朕在所难免了 陛下 人是臣傻的 臣恳请陛下准臣率兵出征 一举西进 指导韦霄老朝 平复龙幼 报 龙幼尾萧之子被杀 现已转投公孙术 攻打龙上 我军措手不及 遭遇大败 陛下 请主臣率兵出征 陛下 出征 说得容易 武汉的性子 我又不是不知道 平日里虽粗鲁莽撞了一些 但毕竟不是肆以妄为之人 这韦霄之子之死 一定不是一时的冲动 定是有人在背后挑唆 武汉出兵师处有名 河北派自然又有立功至今 这都是朕平日里对他们太宽厚了 眼下他们为了立功 居然逼凡尾萧 逼朕出兵 算了 出兵就出兵吧 天下要统一 龙幼要平定 这一仗 势必要打的 这一仗 是因征功而起 河北众将必然贪功冒进 看来 我得亲自出征了 我陪你去 参见皇后娘娘 参见皇后娘娘 姐姐 快来 姐姐你看 这花多好看呀 我听说 姐姐过几日 就要跟陛下一同出征了 是 可是 这战场混乱 刀剑不长眼啊 姐姐从前受过伤 身子骨也不硬了 倘若战场上有个什么危险 那可如何是好 谢皇后关心 剑妾自幼习武 刀剑之伤算不了什么 也许皇后觉得战场上兵戎相见 危险异常 实则真刀实剑 好过案件难防 相当有多年 还要不应该该在家里 他也认为了 婚未来描述 他们是很简单 特别人伤害人 为国事劳累 常有晕眩 前妾不放心她一个人 所以前往陪同 侍奉左右 姐姐还有一子一女 上还年幼 需要姐姐照顾 万一姐姐跟陛下出征了 这两个孩子 岂不独自留在宫中 那可怎么办 不如 把这两个孩子 带到我胶房殿来 我替姐姐先照顾着 谢皇后美意 只是胡杨公主 很喜欢杨儿 陛下想 公主孤寡寂寞 便把杨儿送到公主那了 不敢劳皇后大驾 不行 陛下亲征 河北派将领很难立下军功 一定要劝住陛下 我也是担忧此事 才把母亲叫来一同商量对策 况且 听闻这次随军 陛下又待殷贵人 河北派系前些日子 就有些向着殷贵人的意思 这要是一走 谁知道他怎么收买人心 他要娶了又生下皇子 更是祸害 陛下不能去 他更不能去 康儿想办法留住他们 好 我这就着手去办 吴汉来西 朕命你二人为先锋 朕将亲率大军出征 诺 陛下 之前陛下亲征 都带殷贵人随行 不知此番是否一样 是又怎样 陛下 东方出定 车驾未可远征 而拢佑陆瑶 不宜陛下亲征 带女子随军 更是不急 陛下 郭大人所言极事 我军三线作战 前方战事紧张 不容有失 待贵人出行 诸多不便 殷贵人曾多次随朕亲征 朕可曾吃过败仗啊 此次与以往不同 臣略通称伪 已算出此次出征 待女子随军 是急凶之仗 郭县 你是朕败的博士 怎能如此轻信 此等衬伪之言呢 况且 殷贵人虽为女子 却与朕 是并肩战斗过的同袍 其勇其谋 不输男儿 更非凡俗女子可比 陛下 臣的意思是 皇子公主尚年幼 还需殷贵人 留在宫中照顾 皇子公主 由胡杨公主照料 朕已习惯了 有殷贵人随行 照顾朕的起居 陛下 代不带贵人出去 由陛下决定 无需晨等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